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的时候我们是一次头十位数字大概是18 19度 那么慢慢阳光出来的之后呢升到20度 那么在之后呢一路往上升阳光继续的温暖下去 但是也不会温暖太多 我们在今天午后的高温最多达到32度也就是冰点 事实上呢在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的32度的冰点 我们都持续在冰点以下的这个超级低温 今天晚上温度又会降到华氏22度 继续回到冰点以下 我们的温度要回升到就是冰点以上的话 朋友们要耐心的等候到礼拜三啊 到明天 明天的话我们的温度将可以回升到50度了 整个的温度在明天才会回升到冰点以上 回到解冻的情形 那么受到了超级低温的这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个致命低温的话 几乎是大半的美国国土都被笼罩下来 所以呢这种情形下影响到我们许多的日常生活 那么对于在其他其他州的情形 我们稍后再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跟我们德州跟我们休斯顿相关的这一些重要的情形 第一个呢先提醒朋友们 就是呢如果说需要这个安全的场所 需要供暖的这个场所 在现在你可以到德州中文台我们的网页上 还有脸书上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消息地点都已经放在上头 还包括了这一些地点呢都接受宠物 就是你的宠物都可以带进去 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这些宠物但是宠物可能会要到Bark 所提供的狗舍当中 宠物的收容所当中到里边去 那么包括了教堂包括了YMCAYWCA这些地方都开放 所以呢在休斯顿市府方面呢 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已经提供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放到德州中文台的脸书跟网页上去 任何民众啊 任何民众你需要躲避这一次的超级低温寒冻的自然灾害的民众 你都可以使用在我们post出来的政府市府方面 所提供的这些躲避中心这一些设施 你都可以去使用 那么希望朋友们你到德州中文台的网页 跟我们的就是脸书上你可以看得到 好那么下边的话我们就看到啊 在这一次的寒冬呢 我们先看一下道路方面 现在可以知道呢 对于就是德州交通部表示呢 工作人员监测状况 主要的公路桥梁 还有波道和立体交叉的这一些道路 都在进行监测 路面上桥梁方面呢 高速公路方面呢 有一些是关闭的 有一些呢撒上了盐 就是避免结冰 说个烂地方的话 这个是唐城的市府 已经关闭了在59 不论是往北往南 在唐城部分的主要道路 在59都已经关闭了 Single Range方面呢 在99这边呢 经过Single Range 也因为大的车祸 因为结冰也关闭了 59方面呢 现在主要道路关闭了之后呢 朋友们你只能够使用旁边的服务 feeder 使用feeder 但是呢 在Fortbank County的相关的安全部门 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 要特别的注意 如非必要 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边 你可以remote 远距离工作 那么不要就是开到路上去 虽然我们在现在没有说 大雨之后的后冰 但是还是有结冰的危险 还是有不少的道路 因为结冰发生车祸 现在关闭 或者因为当地政府 市府和安全单位 避免就是市民们 居民们 因为这个听后的关系 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所以也关闭了这个道路 提醒大家 在Fortbank County的法官 就是KP George呢 也说呢 就是在99 在Mason的地方 路面失滑 所以也发生了不少的车祸 希望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么在地上跑的 我们道路 现在告诉大家的情形 天上飞的呢 我们看到休斯顿Bush Airport 这个洲际机场呢 昨天就已经停飞了 好多的飞机影响了 包括了United Airlines 还有呢 其他的AAG 一些都受到影响 在FAA下令呢 昨天从早上到中午 就已经停飞 就是因为 有这种冰雨冻雨 那么在整个的停飞 大概有影响到 447架的航班 在昨天就因为 这个情形而取消 所以不管是Bush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或者是Hubby Airport 现在呢 如果朋友们 你有这一方面的 行程的安排 请你一定要和航空公司 先查询 你的航班的资讯 避免白跑一趟 又危险 又浪费时间 那么在用电方面的话 在ERCOT方面呢 ERCOT的执行长说 他们要尽一切努力 在这种冰冻温度下 保持电力的供应 由于我们的气温 还是属于 就是冰点以下 冰点不是一点点以下 而是很多点的以下 所以在 现在呢 ERCOT要求德州民众 尽量的继续节约能源 我们记得在几年前 就是因为寒冬的天气 持续了一阵子 不是像现在 我们只有两天 对最多三天的情形 那个时候 持续了一个礼拜 结果用电方面 不胜负荷 造成了 整个的电网的断电 也包括了 因为节洞 电网不胜负荷 没有办法承受 结果就毁损了 我们最起码 有两到三个礼拜 整个大休斯顿地区 周遭地区的民众 无电可用 大家在寒冬的天气里边 是不一定还能够 这个取暖烧火 反而就是只有裹着棉被 连水可能都没有办法 能够有足够的自来水饮用水 这样子的情形 希望这一次不要重演 ERCOT在那之后 做了很多的改进 这一次再度碰到 超级寒冷的温度呢 我们许多休斯顿的居民 也寄取了以往的教训 在现在ERCOT也再度呼吁民众 请节约用电 希望不要再产生 我们几年前 所碰到过的惨痛的状况 而受到了封面的影响 我们许多休斯顿的居民 也在使用小型的暖气 和其他的供暖的设施 休斯顿的消防局的局长 Perry就警告我们民众 在使用这一些加热器 发电机一定一定不能够轻忽 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这一些小型暖炉是非常的危险的 如果你不看好它们 那么很可能就会因为 像是一氧化碳的中毒 或者呢因为火星燃起的火灾 造成了更进一步的损害 所以也提醒朋友们 在室内呢 千万不能够把我们这个是 你自己的generator 这个发电机放在室内 一定要放在户外 而且是open的地方在户外 如果你在室内要取暖 也千万不能够说用厨房的炉子 或者用其他的这样子的设备取暖 你在取暖的时候 记得它的周遭一定不可以有易燃物 也不可以靠近宠物或者小朋友 而且室内的一氧化碳检测器 一定一定记得要检测好 你一定要确定它可以 它是正常的这个功能 同时在使用的时候注意火星 因为呢在现在消防官员说啊 他们已经在昨天就已经接到六起 包括了一氧化碳中毒相关的电话 也包括了房屋的这个火灾的风险 就因为现在有居民 不少的居民在室内取暖 而产生了火灾 所以希望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么至于学校方面的话 我想不需要我们再多言了 学校方面绝大多数 全部都在今天是关闭的 明天是否会正常上课 或者会延迟上课 要等校区在稍后 或者等到今天晚上 甚至于到明天清晨才会公布 所以朋友们请您要和这一些机构 尽量的保持联系 查看他们提供的讯息 我们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平安的 大家平安的 尽量温暖的度过 我们这两天或者三天的寒冬天气 好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在今天这个阶段的新闻 胡美健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特别的安排 也希望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块的 共同的平安度过 好 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 再和您继续关心 有任何重要的发展 或者是重大的新闻 我们随时会提供给大家 请您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